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股海飞扬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我是紫阳 那么台北股市 今天大家所 比较担心的是成交量不太够 那今天基本上成交量 事实上他已经有做一个 放大出来 那这个放大 他不是很快速异常的一个放量 所以基本上今天算是一个 以量价来看 是可接受 试图要做一个持续的一个续涨 稳盘的一个格局 那今天的重点就在于说 这一波强势的继续创新高 就是我告诉各位 我们操作的这个联发科 从700块联发科 我们开始在节目中 告诉各位开始去注意 在AI的一个未来的发展之后 你会发现最后最后 其实能够创造出整个普遍应用的关键的因素 其实就是在一个离线AI 那么离线AI 我说能够促成这一块的 基本上就是2454联发科 所以接下来的AI的主流 绝对是AI 绝对是联发科 那果不其然 你会发现 其实从我八月底跟你讲完AI的联发科之后 那从当时的700块 涨到800 到今天已经看到916 那如果一不小心 还要去挑战1000元了 所以你会发现 哇这个 所以做股票 你能不能够看到 一个趋势里面的主流 很多人都说它是伪创 是广达 AI是伪创 广达什么什么什么的 当然你们没有讲错 可是 你会发现 伪创跟广达 你说我们同样用八月来 八月底 我们在买联发科的时候的位置时间点 你去买伪创跟广达的人 现在很不开心 对不对 尽管今天的伪创广达反弹了 强涨 涨了5%6%了 很棒 今天很棒 可是问题是你说 我们同一个时间点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同样是八月底 我们买联发科 你去买伪创或广达 或其他技嘉 什么任何一个 AI的个股 你会发现 同样是八月底到现在 能够继续创新高 成为市场主流 强势多头主流的 其实就只有一家 就是联发科 那所以我说 你说你说要挑伪创广达 还是挑技嘉 还是挑联发科 等等等等 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看你的 选股的眼光 对产业的一个了解程度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否则你不会莫名其妙 就说去买联发科 一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离线AI 所以你真的了解AI的话 你要看到是未来AI发展的 未来的忠诚 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程度 能够促成最后那个样貌出来的是谁 联发科 好了 那联发科是我说 你要促成AI最后能够大普及大爆发的关键 在离线AI 好 那他也走给各位看了 今天联发科涨到916 涨到916代表什么 代表当时我带的客户去买买一张的人 买一张的人到今天赚了20几万 那如果买5张的人到今天赚100多万 就是两个不到两个半月 那两个两个月 然后又几天这样子时间 最强的AI就是联发科 所以当时跟我不觉得到今天我帮他们算 那买的最少就是一张 我们这边客户里面买最少就一张 那为什么他买一张而已 因为当时联发科股价700块 就是一张到70万 所以很多客户可能他资金不是很多的 他可能就买一张 那买一张到今天就赚20几万 你看70万赚20几万 70万赚20几万 所以说你70万的投资朋友 当时来买一张70万的资金 你的资金这笔资金70万 已经快要到100万了 70万已经快要变100万 多久时间 两个月又几天的时间 那资金比较多一点点的客户 那我们这边手边来看的话 有买5张的 甚至有人买到8张 接近也有10张的 当然普遍来说是5张比较多 5张的话 那个成本大概就300多万 那买个5张的这些 这些我们的成员 我帮他们算 其实很简单 就是100多万了 超过100万 我们就抓整数赚100万了 那时间就两个月又几天的时间 那买了5张赚100多万 只有买一张的也赚了20几万 这是联发科 而且重点是他今天还在创新高 代表说他整个波段 他没有完全结束 甚至很有可能 你再把时间去拉长之后 你会发现 他或许是一个未来一个大波段 长线波段的一个起涨初期而已 因为AI既然已经成为主流 那你就不能够告诉我说 那AI股里面 难道没有人可以当股王吗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AI股里面 有人要当股王或股后的 那联发科有没有那个实力 未来占上千元之后 挑战1500 挑战更高的价位 当然是有条件 有机会的 那我们就继续去看 他的一个EPS 最后的EPS 营收贡献等等等等 那这个当然是未来 你看远一点 但你现阶段的时候 我认为整个AI 其实重点会放在他身上 所以今天他的创新高 对这个市场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气氛是维系的 然后今天最弱的 原本的旧AI 你们大家很多很喜欢的 技嘉 广达 伟创 这类旧AI 很弱 可是今天转强了 所以今天也带了 整个气势起来 所以整个市场 今天的重点 又拉回了AI 所以你会发现 整个行情 它永远就是 它 不拖AI 没有办法脱离AI 那代表AI 就是一个趋势主流 没有错 那既然是没有办法脱离AI 那所以你要操作了 你的资金 其实你说 你说 你说你这一两年 你在投资市场里面 你没有去投资AI的相关的 一个金融商品 或者是相关的企业股票 那这一两年你的投资 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方向对吗 不对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 你在投资 你在找尋标的 那你要从哪个位阶去找 当然是从AI去找啊 因为AI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我就是 起码最近这这这这两年内 市场的多头重心 主流趋势就在AI 好 那既然是如此 你的你的资金 当然要朝AI这个方向 去去重点处理 对不对 你从AI里面去找去机会 你才有机会啊 你要从趋势的主角里面 去找机会 你才会有机会 那两三年前 台积电在飙的时候 大家都把资金挪到 台积电上面去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认为说 他的资金放在台积电上面 是有机会 在主流上面 找到机会 有机会获利 好 那只是说 如果你你真的动作太慢的 那台积电买了600块以上 那当然你 也是很辛苦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那个也是要看时机 你抓到一个趋势之后 要在这个趋势上面 找到对的时机出手 投放资金 你绝对有利可图 所以我说 要趁早 听众朋友 你要趁早去把你的资金 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你才能够 我们说的抢得先机 你的财富才能够在这种趋势下面 拿到一个趋势财 那这个趋势上面 有什么样的标的 我也讲了 我不希望各位去找旧AI来做 所以八月底 我给各位的新AI 联发科 离线AI 当时我们在谈离线AI的时候 没有几个人去跟你 应该说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那现在很多人每天都在讲 讲联发科了 其实 就已经证明了 其实我们又对了 我们 我讲过我们不会 我不会给我的客户一堆股票 因为 你做一堆股票 你的用意是什么 对不对 很奇怪 你买了八档十档 你顶多跟我说 老师 因为我们是投资组合 我们要把资金分散 八档五档六档投资组合 那投资组合的 意义在哪里 其实投资组合是 提供给 资金部位叫大的 法人部位 或者是大的 有些投资朋友 自然人可能你的投资部位比较大 你要做一个比例分配 那策略性的分配 这是理所当然 可是如果你是小额投资朋友 我会建议你 把你的小额资金 做最有效的运用 效率最大的运用 其实是 远远 那个意义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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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所谓的投资组合的意义 所以一般的小额投资朋友 我会建议你 为什么我给我的客户的股票不多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讲的 我要他们集中 你今天来找我了 我们来合作 那我给你最有效率的标的 我给你最具有成长性的 潜力十足的 在底部区的准备走破断的标的 让你在起起涨初期 起涨前 先行布局投放资金 那就是因为你的资金不是很多 所以我不希望你每天杀进杀出的 资金不多的人 不要再去冒那个风险 每天杀进杀出 资金不多的人 就是把资金 我可能只有80万 我可能有150万 你说是把你的资金挪一笔 你说老师 我一笔资金就是80万 我一笔资金100万 120万随便你 你就把你愿意的那一笔资金 一笔就好投放下去 买进一档标的锁住 那这样的标的 它必须具备的是业绩 成长性十足 或者是股底准备上来的 那股价就足底之后 足底之后准备上去的 我要在足底的尾身 我开始陆续投放资金 而后等收成 这个位阶就好比当时的 联发科的700块一样 那也好比上个月 上个月是10月底的时候 我们陆陆续续带的客户 包含像我们的一些尊龙客户 还有一些我们秘书室 操盘室在带的客户 买了一档标的 那这些客户所有使用的资金 多少 有人使用150万 有人使用100万 有人使用780万 不等 那我所边看到的 这个交易的一个回报的一个报告 每一份客户的一个交易的回报报告 我所看到他们使用的资金 大概就是 就是大概叫这样子 那最多的话有到200多万 买一档标的 买什么 这档标的是在上个月底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通知买进 我已经讲过 我们不能够在股票已经 创波段新高 大涨股放量了 才去追逐 那个绝对不是操作的 应有的一个做法 那个是不合策略 不合逻辑 那个不是一个在长期在市场能够累积财富 稳定 稳定累积获利的一个正确做法 你做股票要赚钱 你要永远记得 其实不用追 不用追强势股 而能够赚钱的人 其实才是真正有实力的 每天追强势股 然后去赌强势股 能够续墙 去赌那个东西 其实它根本不是一个操作的策略 你懂吗 因为如果这样做是会赚钱 是对的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这样做就好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的人 耳后 未来 普遍都是 手中持股很多是套住 而且套在相对的波段高点 为什么 因为你是追来的 一不小心你就追在波段高档 那你追一次之后 你说老师没关系 我还有下一笔资金 下一笔资金再去追下一档标的 又在相对的波段高档的时候呢 如果又套住了 你还有多少资金 当有一天你发现 你可用资金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回过头一看 其实变得满手持股 而满手持股的问题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买的位置都是当时追来的时候的相对高的位置 要解套有时候很难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所看到的接触过寻求 我们帮他可能做持股诊断的 这些投资朋友里面 我看到他们所得的一个持股的状况 其实我就知道 你们当时买的情境是什么 当时买的一个心态是什么 做法是什么 所以我用的是真实的一个 遭遇看到这些社会操作的经验 实力案例 给听众朋友分享 我说你可以不用听我的 你可以不用听我的说 老师 我就是喜欢追强谷 你不要管我那么多 你不用给我那些建议 我不怕 当然你可以这样说 那我就鼓励你 我也希望你赚钱 没有人会希望看人家赔钱 看人家赔钱 到底有什么好的 每个人都希望说这个市场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就不可能 不可能每个人都开开心心 那所以你要开心 你要快乐 你要帮助你自己 你的做法不能够再这样 不成熟的去追逐强势股 所以我劝各位 我鼓励各位 就是这样子 去改变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位投资朋友是我们家族成员 在10月中下旬跟着我们操作 开始报名跟我们操作 那他当时来报名操作的时候 为什么我记得他 因为这个case是我接过来 我接过来之后 我亲自处理的 为什么亲自处理 因为他有一些持股的一个 一个持股的 我们讲就最白话 就套牢的问题了 资金卡在持股上面了 所以他寻求解决 他报名了 可是问题是大部分资金都卡在股票上 怎么办 那卡在什么股票 卡在近期你可以发现 2363系统是不是强势股 是 如果你在2363系统强势股起涨前买 很棒 对不对 他不会来找我 那除了系统之外 他还买了什么 买了这个优质的好公司 这个8299的群联 可是问题是群联也好了 系统也好了 他买的位置都不对 都在相对的一个在10月中上旬才去买的 买完之后到现在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是亏损的 如果报到今天的话绝对都是亏损 那为什么我说报到今天 因为在10月底 他买完之后有报名 跟我们操作之后 持股的问题 我帮他接 我亲自这个case是我亲自接过来的 好 那我就告诉他到10月底的时候 我跟他说你如果愿意 我帮你转换好不好 他说那老师转换的话 当然好啊 可以啊 因为他不转换也没没有钱可以用了 好 那所以我就让我帮你转换 那我说我建议你 这两档标的 你趁早换掉 因为当时换的时候是在成本上下 成本上下 所以我说你趁早换 那换回来资金呢 但是我们赶快去 我会给你一档标的 你赶快去布局 好 那他布局这档标的是哪一档 我今天还不公开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今天又创破断高点 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这个这个标的 昨天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吗 这个标的 昨天我已经讲了 他就是我们AI AI你现在要买的是 像联发科这种 AI的新应用 所创造的新标股 好 那这个标的是我节目中跟你讲过了 是企业会陆陆续续的 有一个迫切的需求 他必须导入AI的应用软体 那AI的应用软体 可以帮很多企业去实现 生产效率的提高 乃至于降低成本 或者是 比如说我节省能力 等等等等 各方面 财报的检视 或者是在客服的应用上面 资料的审查上面 太多的应用范围了 那所以 很多很多的企业 不只是工业 也包含了商业服务业 都对AI的应用软体 有一个迫切的需求 这种需求性 它是比 一般消费者 对于AI相关的 你说3C产品等等的需求 来得更直接 更强烈 更明显 所以其实 我们我就建议各位 可以把10月底开始 我们应该陆陆续把一些重心放在哪里 放在企业对于AI的需求 所创造的受惠的公司在哪里 把它找出来 因为这些公司它的营收 AI营收贡献 其实在近期内会已经看到的 而不是像很多消费产品 我说这个手机 未来我会大卖 为什么 因为我有AI的应用在里面 所以消费者一定会买单 会大需求 我看不到 都是想象的很多 所以基本上对企业 对AI的需求 所创造营收成长的企业 这类的标的 你要特别留意 10月底 我说你可以去买这个标的 代号6开头的股票 我今天只能透露6开头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那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它把群联 它把系统它听我的建议 把它换了之后 钱拿去买这个标的 到今天这个标的再创波段新高 所花了时间 前前后后到今天9天 9天它已经累积到今天赚了38万 这case是我亲自处理的 所以我很清楚 它换了这个标的 代号6开头的股票 AI的新应用 那企业导入AI应用的软体 这个标的是直接受费的 那这个标的到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那对于这个这位胡小姐来说 已经赚多少 38万 所以你看 它在成本附近 把那个标的换掉之后 转为去布局一个准备要上去的 你看很快 9天就赚38 已经累积38万 我必须讲累积 因为还没结束 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方向对 timing对 其实那个财富就对了 AI是重点 你不能够错过 那还有没有呢 有AI的时代 我记得最后30秒 这个时间有限 AI时代的安控资料储存 我今天先把 这个丢给你 细节我就没时间讲了 很抱歉 AI时代会有一个 对于安控资料的大量 大量非常大的海量的数据 要做一个储存资料 相关应用处理 那这些海量资料处理 谁会受贿 这个也是AI的一个应用上面 会立即性拿到 看到成绩单的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标的 我今天有开放 给各位来做一个布局 你跟他一样 你也想要换股的 或者你手边 已经有现金 可以直接买的 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联络 都可以跟我联络 那怎么联络 加LINE 留下电话 或者是直接拨 咨询专线给我 都可以 我们来布局最新标的 我们来布局在最正确的 标的的最正确位置 好不好 要获利 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请今天跟我们联系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 叶子杨老师的 LINE AT ID 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雇102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